嗨,大家好,我是姨曼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PPSS故事 其实呢,在十多年前 那时候还没有Dotera的时候呢 我的肠胃是真的很不好的 一个星期七天哦 我大概有至少五天都会有脏风的问题 就吃饱之后 大概十五分钟开始哦 那个肚子就慢慢的脏起来 脏得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呢,我需要把我的裙头啊 或者是裙头解开 把它一拉下来 然后给它有空间 要不然呢,它是通到根本没有办法直起来的 我是弯着摇的 随风场 这样的时候呢 我要赶快把自己的那些裙头啊裙头打开了之后呢 就平坦 这样子呢,我才可以没有那么痛苦 然后经过了我的饮食调整之后 还加上呢,后来遇到Dotera经由的调理之后呢 我这个脏气的问题呢 就减少很多很多 几乎呢,很少发生 所以当PBS6开始进 知道我们有PBS6的时候呢 我就认为我是那个不需要PBS6的人 因为呢,我只是偶尔在 比如说饮食时间不定啊 或者是特别有压力的时候啊 或者休息不够的时候呢 就偶尔才会发生一次脏气的问题 吃饱之后有点脏 但是呢,它不会那么痛苦 也没有脏得那么大了 但是呢,我还是相信产品对我们一定有所帮助 所以呢,我就开始了去体验PBS6 从第一天吃到D大概三个星期 每一天呢,我都是在晚餐之后定时吃一包 然后那个一包呢,是怎样吃呢 我有时候是一点一点的就打开 就直接打在我的舌头上面 然后跟着口水吞下去 有些时候呢,我会倒在水里面 搅拌均匀再喝下去 这两种吃法,然后每一天都吃一包 我没有发现到什么不一样 直到呢,大概三个星期之后 我才想起,哎,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我还是有工作不定时吃东西嘛 或者压力的时候 或者呢,是不够休息的时候 可是呢,我发现 竟然都没有在饭后 有脏风的问题发生了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Doterra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帮助到我的生活 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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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